小王 整个的这个掩饰的过程 你们觉得错误出现在哪儿了 我觉得呀 千不该万不该呀 就是不应该呀 到那儿去这个兼职公司啊 去找工作 问题就出在那儿了 把手机拿走了 银行卡拿走了 身份证还拿走了 而且还上礼物去了 说是帮着登记 那不就是到里面去进行非法操作去了吗 其实我觉得要作为小王 他那个求职心切 然后他又想得到这份工作 那人一提那要求 你就得按那要求做 要不然你别来呀 你走吧 可以确定这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 对不对 但是这个小王呢 因为他他太被动了 对 当别人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拒绝 他太需要这份工作了 但是我们经常会告诉我们 这个身份证啊 还有我们所有的信息东西 不能超出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外 对不对 现在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小王 他最后怎么就是欠上了 巨额的贷款了呢 那很简单呀 我拿了手机 然后我注册了 比如说现在就是我注册小王的 然后呢我绑上身份证对吧 小王走了以后 我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 不是复制那些信息吗 然后我就比如说带个一百万 然后带完以后 然后就放到我那个银行卡 然后我拿那个银行卡 他到银行一取钱 现金去走 你还债吧 小王 对 最关键的这个环节的话 就是他把三样东西给到对方 同时给对方了 在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他就已经产生了贷款的 这样一个效应 对 因为